这是一个白眼狼会被判刑的时空 资助人资助我20万完成血液 可他得挨后 我立马将他拉黑 闺蜜对我无脑付出 送我无数奢侈品 我却举报他考试作假 害他成绩作废 妈妈单亲把我带大 掏空积蓄 给我买大瓶层的第二天 我把他送进精神病院 最终 他们三人联手把我送上审判台 若我被判定为白眼狼 我会牢底坐穿 而他们会获得三千万 若我判定不是白眼狼 则一切反转 古飞月 现在有三人联合控告你 忘恩负义 过河拆桥 恩将仇报 按照现行法律 你将在中央广场上 接受审判时的审判 毫无感情的审判音 从审判时中发出 在整个城市上空环绕 城市里的人 纷纷涌向中央广场 审判台前 一个脸色苍白的女人 正跌跌撞撞的朝我走来 她楚楚可怜的脸上 此时满是泪痕 月月 只要你和妈妈承认你错了 妈妈就原谅你 她一声跌坐在地上 她看向我的眼神 一点点地失望 逐渐累积 变成不可挽回的绝望 站在妈妈旁边的中年男子 愤恨的看了我一眼 她边说边扶起妈妈 你到现在还在指望 她会悔悟吗 她但凡有一丝良心 都做不出这些丧天良的事 说话这人 正是给我无私 捐了二十万学费的捐助人 于昕 扶妈妈坐下后 于昕面对审判台前的观众 大声说道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叫于昕 三年内 我给这位古飞月小姐 捐了二十万的善款 从没要求过回报 就在一个月前 我还给她捐了三万 可就在捐完第二天 我被诊断为肺癌 我想把这钱要回来治疗 她却说她没钱 怎么都不肯把钱退我 更可气的是 她知道我肺癌之后 一句关心的话都没有 更别说来医院看我一眼 于昕边说边咳嗽 只见她面色苍白 眼睛深陷 一看就知道病得不轻 审判台前 此时已经聚集了不少观众 听到于昕这话 都一分铁音 古飞月 这不纯纯的白眼狼吗 听到我都快气死了 此时我无比庆幸 有审判时的存在 能让古飞月这种死白眼狼 可以得到应有的惩罚 如果于昕没说谎的话 古飞月大概率要坐牢了 这谁敢说谎啊 都是要现场提取记忆的 而且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 谁敢发起审判啊 一旦审判失败 发起审判的人也会坐牢的 二 白眼狼审判现在开始 规则如下 若三轮中任意一轮被判定有罪 则古飞月败诉 古飞月将根据情节轻重 被判时至十五年有期徒刑 而三位发起人将评分三千万奖金 若三轮全部被判定无罪 则古飞月胜诉 一切即将反转 随着审判时话音的落下 中央广场的大屏上 已经出现了三位发起人的信息 审判时 你们谁先来 于昕威取着身子道 让我先来吧 一会我还要去医院化疗 刚说完 他就抑制不住的咳嗽起来 于昕忙掏出口袋里的手帕 紧紧的捂住嘴巴 一阵剧烈的咳嗽后 镜头正好扫到了 他雪白手帕上的星红 台下的观众发出阵阵惊呼 天哪 他都渴出血了 于昕真的好可怜啊 怎么好人没好报呢 是啊 再怎么贪心 人家的救命钱不能贪啊 台上 执法人员连忙扶于昕坐下 然后给他戴上了提取记忆的头盔 随后 大屏上开始播放于昕脑海里 关于我的记忆 三 那年 我正在读高中 这是于昕第一次接到我的电话 于昕叔叔 你好 我是您捐助的张浩然班上的同学 很抱歉给您打这电话 但是我实在走投无路了 电话那头的我边哭边说道 我爸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我妈一个人含辛如苦的把我拉扯打 可就在今年 我妈身体忽然变得很差 没有了赚钱的能力 我现在交不起学费了 于昕叔叔 我经常在诗电视台上看到您 知道您是我们市里远近闻名的大善人 所以能不能请你帮帮我 当时的于昕并没有给我答复 而是找了我们学校领导和班主任了解了我的情况 在他知道我确实家庭贫困 且成绩优异时开始给我捐助 他不仅给我交学费 每个月还给我打2000元的生活费 每次他给我微信转账时 都会贴心的备注一句话 有的是让我好好学习 有的是让我在学校一定要吃饱穿暖 钱不够了一定要和他说 遇到气温骤降时 他还会额外转钱让我买于昕的衣物 而我每次看到转账 都会洋洋洒洒的写上一篇小作文表示感谢 四 就这样 我顺利读到高三下半学期 可这学期 我开始频繁找于昕要钱 需要买昂贵的学习资料 需要去上认课老师的小课 需要买网上的名师课包 要钱的理由各种各样 五花八门 此刻 大萍正好停留在我和于昕视频的画面 于昕穿着单薄的外卖服顶着寒风 正在送外卖 而我穿着家后的羽绒服待在寝室 又在伸手要钱 于叔叔 这位外教老师一对一的课虽然贵点 但是对提升我英语真的很有帮助 关键是也不贵 一个月也就一千块 听到我这么说 台下围观的观众们都要欺诈了 古飞月是怎么好意思说出 也不贵一个月也就一千块这种话的 我家小康家庭 我高中的时候都没有两千块一个月 更别说这些乱七八糟的花费了 真是太气人了 我们班的贫困生一个月五百元都花不完 给古飞月两千一个月 居然还在不停的问捐助人要钱 这种人就别给他捐了 相比较观众的一份填膺 大评里的于昕只是无奈的叹了口气 小月 叔叔最近身体不太好 跑的外卖单子也少了 你也知道 叔叔也资助了你们班上另一位张浩然同学 所以这笔钱叔叔负担不了 我单单地点点头 那你就别给张浩然资助了 于昕的脸色陡然一变 随后 我抛出一个重磅炸弹 因为张浩然他是个变态 我急于昕发去了一段视频 视频里 张浩然从学校抓了一只野猫 走进了巷子里的一家野卫馆 等他再出来时 手上却空无一物 于昕叔叔 这是我前两天拍到的 张浩然他虐猫 还把猫迈进了野卫馆 这样的心理变态 根本不值得你资助 这次一抹考试老实说我机会冲击清北 等我考上 一定不会忘了你的恩情的 据我所知 于昕叔叔也养猫 所以他看到视频后 气得手都在发抖 我真没想到自己资助那么个恶臭东西 你放心 我会停止对张浩然的资助 你把外交科报了吧 不知是不是因为没了于昕的资助 张浩然很快就退了学 大屏上的记忆光影交错 转眼我就高中毕业了 我也顺利考上清北 于昕一次性给我转了我三万块 算是奖励我考上全国最顶尖的大学 可天有不测风云 就在转前的第二天 他查出了肺癌晚期 因为乐于助人 他早已掏空积蓄 无奈就想要回给我的三万块 当做治疗费用 我不仅没把钱还给他 还立马把他拉黑了 而他住院后 我也一次没去看过他 至此 于昕的记忆播放结束了 赶紧判有罪吧 我实在受不了 古飞跃太不是个东西了 简直是现代版的农夫与蛇 就在台下观众纷纷一份填膺之时 台上的审判时忽然开口 刚刚于昕记忆里的张浩然联系了本席 他说他有证据要提供 现在本席将与他现场连线 六 审判时的话刚落音 张浩然就出现在大屏上 他的眼神充满了焦虑和不安 都来不及和观众打招呼 就连忙解释起来 我没有虐猫 那只小猫骨折了 我是带猫去治疗的 因为穿过野卫馆 巷子的最里面有一家宠物医院 你们看 这是我带小猫去治疗室拍的视频 我还有宠物医院医生的聊天记录和付款记录 张浩然滑动着另一台手机 把他说的视频和图片展示在了镜头前 台下的观众纷纷惊呼 天呐 古飞跃不仅骗钱 还乱冤枉张浩然 结果导致他没钱读高三辍学了 古飞跃是误会了吧 毕竟他亲眼看见他把猫提进了也未管 只能说好心办坏事了 视频里的张浩然急得眼眶通红 他恶狠狠的盯着我 不是的 我带小猫去治疗的是 古飞跃知道 我在高中时和古飞跃关系很好 可以说无话不谈 不然我也不会把于叔叔的联系方式告诉他 他就是故意骗于叔叔的 就是为了让于叔叔把捐给我的钱都给他 于星双手紧握 眼神中流露出深深的自责与愧疚 浩然 叔叔对不起你 当初要不是叔叔错先了古飞跃 你也不会辍学了 台下的观众此刻已经气得鼻孔冒烟 都要求赶紧定我的罪 审判时瞬间射出一道光运 笼罩在我身上 只感觉过了三秒 审判时的声音就响彻整个城市 第一轮审判 古飞跃无罪 声音刚落 整个广场都乱成了一锅粥 气 古飞跃这不明白的白眼狼吗 审判时神志不清了 这都判无罪 这个世界终究是疯了 众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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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广场的人都齐声大喊众判时 审判时中传出一道冰冷的机械音 无需众判 因为千百年来 本席从未出错过 随后 中央广场上的大屏上出现了我的记忆 初中课堂 明亮教室里 我正在读一段英语课文 我读得十分艰难 错误和停顿都很多 因为我从小体弱多病 经常请假缺课 所以那时候我的成绩并不好 台上的英语老师双手抱胸 艳丽的嘴角勾起一抹 嘲讽的冷笑 他看我的表情仿佛在欣赏一场滑稽戏 我的声音越来越小 头闷得越来越低 古飞跃 你这个发音 嘖嘖嘖 就算找只鹦鹉读英语 发音都比你准吧 我看你也别叫古飞跃了 就叫古鹦鹉得了 所有同学哄堂大笑 我咬紧嘴唇 试图将内心的苦楚咽下 就在此时 教室门被推开了 一个穿着素色衬衫 黑色西裤的女人走进了教室 而台上的余星 在看到屏幕上的女人时 眼神中充满了惊恐 古飞跃 你竟然是张力的学生 爸 我没有理会余星 因为屏幕里的张力老师 已经给出了答案 他先歉意的和英语老师 打声招呼 不好意思 打扰你们上课了 古飞跃你先坐下 我有件事情要传达下 刚刚校长给我们所有班主任 开了个会 是关于学校霸凌的 张老师在黑板上 写了一个电话 一个邮箱 这是学校和教育局 专门针对校园霸凌开通的热线 大家如果遇到校园霸凌 大胆举报 顺带说一句 校园霸凌 不仅仅指学生对学生的霸凌 如果发现老师恶意孤立 霸凌学生 也欢迎大家举报 说完 张老师就离开了教室 只剩下一脸菜色的英语老师 自此之后 再也没人嘲笑我的发音 而张力老师的好 远不止这些 他会在周末 烧一大锅红烧肉 请每月饭卡消费部 超过200块的同学吃 他会一遍又一遍的家房 那个家里有三个哥哥上学 却让最小妹妹辍学的家庭 最后成功让女孩负了学 他还会用尽全力 保护那些被欺负的同学 曾经我们班上有个同学叫李燕 在三岁就失去了妈妈 因为家里太穷 被霸凌团盯上 霸凌团每天看到李燕第一句话 就是笑嘻嘻问 你妈没了 张力老师知道后 直接冲到霸凌团伙的班上 当他们全班的面告诫他们 我就是李燕的妈妈 谁要敢再欺负她 我绝对让她好看 可就是这么好的张力老师 我立马和老师请了假 去医院看她 却在病房内听到了她和于心的对话 张力老师的声音近乎歇斯底里 于心 平时你拿着我俩的积蓄 在外面做好事也就罢了 可这十万块 是学校知道我们家穷的叮当响 才给我捐的治疗费 你居然又拿去资助别人了 老婆 对不起 但是他们真的太可怜了 于心的语气中透露出一种深深的无奈 你再稍微等等 我会尽快赚钱给你治病的 于心别再和我装了 你到底是觉得他们可怜 还是捐钱之后有大把的人采访你 夸奖你 可以满足你胜负般的虚荣心 于心的声音瞬间变得尖锐 张力 你怎么能那么说我呢 反正钱我已经捐了 也不能追回了 你要是不能理解我的大意 那只能说明你心真的很黑 说完 于心扬长而去 而第二天 我就拨通了于心的电话 请求他资助我 我把于心给我的钱都存着 每次张力老师住院 我都直接存到他的住院账户里 经过几期的话聊 张力老师终于完全康复 也顺利和于心离婚 转到张力老师的卡上 所以我真的没有骗于心 我确实没钱了 十 记忆放到这 底下的观众已经明白了个大概 我是从事媒体工作的 和于心有过几次接触 怎么说呢 钱是真的捐 但是也真的痴迷被采访 被歌颂 捐款是要有一定经济基础 再去做的事 明明没钱了 为了自己的面子 打肿脸充胖子 连老婆的医药费都不放过 非常自私愚蠢 不负责任 家人都要死了 谈什么奉献社会 谷飞月干得漂亮 于心拿老婆的医药费 捐给别人时 大意凛然 现在自己的医药费被捐了 怎么来审判别人了 于心算罪有应得 那他同学张浩然呢 他可是害了别人一辈子 而且要不是张浩然手机里 现在还保有证据 他肯定会被网爆的 这位观众的话刚落音 台上大屏上的记忆开始跳动 其实张浩然给大家展示的那部分 都是真的 他确实是带流浪猫 去宠物医院治疗骨折了 但他却隐瞒了最重要的真相 十一 那天是劳动节假期的最后一天 同学们本该下午返校的 可我上午去医院看了张力老师 就直接回了学校 没想到 却在学校的一处角落 看到张浩然正在拿电击棒电击小猫 我正要冲过去阻止 没想到他双手一扳 硬生生把猫的腿给扳断了 然后他掏出手机 开始录救助小猫的视频 骤然间 我忽然想起张浩然之前就说过 要是自己考不上大学 就去做自媒体 没想到他为了获取流量 居然生生折断了小猫的腿 然后再带小猫去治疗 以此来吸粉 而张浩然这一系列动作太快 我根本来不及保留证据 如果贸然闹起来 他只要死活不承认 学校也没办法对他做出惩罚 所以我只能跟在他后面 趁机拍了几张他进野未管的照片 发给了于昕 我本以为说服于昕需要费很大的功夫 没想到他一听我能考清北 根本没有核实照片的真实性 就立马同意把张浩然的自助款都给我了 后面张浩然就退学了 至此我的记忆播放结束 12 于昕能这么爽快答应谷飞跃 是指望谷飞跃考到清北之后 能在媒体面前感谢他这个捐助人吧 这样他又可以出名了 肯定是 所以他根本不是真的想捐赠 听到台下观众议论纷纷 台上的于昕急得从喉咙深处 迸发出来一声吼叫 谷飞跃 你这个臭不要脸的白眼狼 我这要被你害死了 你赶紧把钱还我 可他很快就被工作人员带下台 而视频内头的张浩然也已经被警察请喝茶了 因为在这个时空恶意虐待动物 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审判时 本席宣布 第一轮白眼狼审判 谷飞跃无罪 第二轮审判 谁来 我来 我的闺蜜吴莎莎站到了台前 因为我母亲远在国外 父亲也去世了 身边也没什么亲戚朋友 所以认识谷飞跃这三年 真的是把他当做亲人一样 掏心掏肺的对他 吴莎莎打开手机里的购物软件 展示给台下的人看 这三年 我送了他十几套高档护肤品 四五个奢侈品包包 出去吃饭 旅游 我从没让他出过一分钱 少说为他也花了几十万了 结果他是怎么对我的呢 吴莎莎倔强的不让眼泪从眼眶落下 上个月 我参加考工 当时杰叔林打了之后 我还有两个字没写完 就赶紧写上了 监考老师也没说什么 可谷飞跃知道后 第二天就跑去实名举报我 我的成绩也因此被取消 听到这屏幕外的观众 看我的眼神都变了 谷飞跃自己又不考工 干嘛莫名其妙举报闺蜜啊 插刀叫真确的 严格来说 吴莎莎确实违规了呀 楼上的两个字而已 况且 谷飞跃这举报可不是为了公平公正 明显是带着私心呢 吴莎莎深吸一口气 目光逐渐变得冰冷 我知道这件事我有错 为此我付出了代价 所以 现在该谷飞跃为自己白眼狼行为付出代价了 直接提取记忆吧 大屏上 吴莎莎脑子里关于我的记忆开始跳转 十三 开学之初 由于种种原因 我错过了宿舍分配的最佳史迹 所以我被安排和系里的学姐吴莎莎同住 而当我推开宿舍门的那一刻 我惊呆了 因为整个宿舍乱得让人心惊胆战 两张床上堆满了各种毛绒玩具 书桌上的情况更是堪忧 书本 电脑 化妆品 零食 全部堆在一起 此时 吴莎莎正手忙脚乱的整理着 脸上写满了烦躁 我一个人住得好好的 干嘛又给我三个人进来啊 真是烦死了 我敲了敲门 面上有些忐忑 学姐你好 我叫谷飞月 吴莎莎眼神不善的将我上下打量一番 你会做家务吗 见我点了点头 吴莎莎把手上的玩具一扔 又做到书桌前继续追剧 那正好 你赶紧把这些收拾一下 我手脚麻利的把宿舍打扫干净 吴莎莎正好也追玩具了 她将视线投向我 未来四年 我们希望我们好好相处 所以有几件事情 我必须提前和你说清楚 一请不要在宿舍吃螺丝粉 榴莲这种味大的东西 因为味道会残留在我衣服上 而我的衣服都不便宜 二晚上十点我就会熄灯 而且我睡眠前 熄灯之后 凡事情小声点 三不要带任何人进这间宿舍 不然少了什么东西 说不清 四我体寒 空调不能低于27度 屏幕里吴莎莎还在罗列注意向 下面的观众已经开骂了 刚刚吴莎莎让谷飞月打扫卫生 我就想骂了 自己把宿舍搞得一塌糊涂 让新进来的学妹打扫 这真的不是霸凌吗 哪来的strong姐呀 我最受不了这种公主病 这么多要求 自己搬出去住呗 就在众人议论纷纷时 屏幕吴莎莎的下一句话 让大家都闭了嘴 吴莎莎掏出手机 在我面前晃了晃 你卫生打扫的这么干净 接下来都由你来打扫吧 我给你转了两万 以后你就当我的生活助理 除了每月两万的固定工资 你生活上日用品 化妆品 我都会多买一份给你 如果出去旅游 你所有费用我全包 还会给你算出差补助 然后 吴莎莎往我桌上扔了一套 Lamer 现在 请把你桌上那些三无化妆品扔了 我光看着 眼睛就快过敏了 整个广场先陷入了一片死寂 随后又爆发出阵阵惊叹与议论声 原来不是公主病 是真公主 有病的是我 奴婢是死不离开大小姐 大小姐 我也想成为你的仆人 见第一面就给 古飞跃这么多东西和钱 看来吴莎莎没说假话 十四 屏幕上的画面飞速跳转 认识前三个月 我和吴莎莎的相处 还像大小姐和仆人 可越相处 两个人就越投缘 吴莎莎对我也越来越好 时间到了 我们认识一年后 那天是我参加英语六级考试的日子 可我却把准考证忘在了宿舍里 情急之下 我给吴莎莎了个电话 莎莎 你在宿舍吗 能不能给我送下准考证 吴莎沉默了几秒 你在考点门口等我 准考证送到时 吴莎莎脸色如常 甚至还在打去我 给姐考好点 不然MDI死你 结果第二天 就有学姐来找吴莎莎 询问她 昨天为什么缺席考试 我脸上瞬间一紧 连忙追问 莎莎昨天考试是什么时候 昨天下午三点啊 正是我昨天考试的时间 吴莎莎此时正好从卫生间出来 我跑过去 语气十分愧疚 昨天你自己也有考试 你怎么不说啊 吴莎莎吃笑一声 然后把微信余额亮了出来 看看 姐是大富婆 考不考试 对我没那么重要 你比较重要 看到这里 台下几个年轻女生 鄙夷的视线 同时朝我袭来 吴莎莎对鼓飞跃 确实没话说啊 闺蜜对你都这么好了 还要取报人家 确实是养不熟的白眼狼 十五 大屏上的记忆还在播放 我大儿那年冬天 连下了很多天的大雪 老家来了个电话 说我爷爷去世了 我给辅导员请完假才发现 因为大雪冻雨 高铁停运 飞机停飞 我回不去了 就在我以为自己 要赶不上爷爷葬礼的时候 吴莎莎给我打了电话 小月 拿上你的行李 赶紧下楼 原来 吴莎莎去求了他妈妈以前的司机 开车送我回老家 但他又担心 一天一夜的车程 我和一个男司机待着一起 会有危险 所以他索性陪我一起 回了老家 爷爷的葬礼 吴莎莎一改大小节脾气 大冬天陪我手铃烧纸 支出条件都很差 他一句怨言也没有 而大瓶里 我对他的态度 不仅没有一点感激 甚至很冷漠 吴莎莎却丝毫没我计较 只当我失去亲人太悲痛了 一直帮我忙前忙后 堂堂大小节能为朋友做到这样 已经很好了 古飞跃到现在一句谢谢都没说 还拉个驴脸给谁看呢 虽然失去亲人很痛苦 但是他对吴莎莎也太冷冰冰了 确实挺过分的 台下围观的人议论纷纷 台上的吴莎莎冷笑一声 过分 更过分的还在后面呢 半年后 一个阴郁而沉重的下午 吴莎莎一个人 站在空旷而冷清的壁仪馆灵堂里 她的身影被黄昏的余光拉得长长的 显得格外孤单 她拿出手机 拨号时指尖都在颤抖 小月 是我 吴莎莎强忍着哭意 我爸 去世了 我现在一个人在壁仪馆 你能过来陪我吗 不远的 离我们学校 就三十几公里 而电话那头的我 沉默两久 回了一句 对不起 我走不开 16 台下众人几乎同时倒吸一口冷气 脸上写满了愤怒与鄙夷 这也太让人寒心了 谷飞月爷爷去世的时候 吴莎莎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 跑到老家给他忙前忙后 结果谷飞月倒好 吴莎莎爸爸去世 离他半个小时的路程 他都不愿意去帮下吴莎莎 吴莎莎的记忆还在屏幕上飞速播放着 但装装渐渐都在证明他所说 这三年 他确实对我掏心掏肺 而记忆的最后 就也和他说的一样 前一天 我还笑嘻嘻拿他送我的香袋包包 结果第二天就把他给举报到考试办 派他考工成绩作废 赶紧判吧 我都看不下去了 吴莎莎太可怜了 谷飞月绝对纯种白眼狼 在众人的声讨中 审判时的光运再次笼罩在我的身上 片刻后 审判时红亮的声音再次想变整个城市 第二轮审判 谷飞月无罪 整个中央广场 请客间变成了一片愤怒的海洋 台下很多观众情绪都快要失控了 在一片骂声中 屏幕中出现了我的记忆 十七 天空低垂 暴雪纷飞 那是我八岁那年的冬天 冷得让人如溺水般绝望 因为爷爷奶奶家的暖气 欠费被停掉了 自我爸去世后 我妈一直在外地打工 而我跟了爷爷奶奶生活在农村 虽说他们生活不富裕 但也从未如此拮据 在我的追问下 奶奶边抹泪边告诉我 叔叔婶婶双双下岗 而他们的安置费被人卷走了 平时 我妈也会给爷爷奶奶一些生活费 但只够养我 而爷爷奶奶家里大的开销 基本是叔叔婶婶负责的 之前和堂妹一起写作业的时候 堂妹就忧心忡忡的告诉我 说叔叔婶婶那家工厂 早在半年前就发不出工资了 叔叔婶婶为此每天愁眉苦脸 好在后来传来了好消息 说有家大企业要收购这家工厂 虽然厂里的老职工们被辞退 但是会发一笔丰厚的安置费 有了这笔安置费 至少能让职工们踏踏实实生活 慢慢再找下一份工作 可安置费刚打到工厂账上 一个如晴天霹雳的消息传来了 原来的工厂负责人消失了 而几千万的安置款也跟着凭空消失了 18 审判台上 我看向吴莎莎和的目光 不带丝毫温度 这个工厂的负责人 就是你远在国外的妈妈张丽 吴莎莎的表情变得晦涩不明 那时候我也还小 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就因为这个 所以你那么恨我 我牙齿都快要咬断了 怎么可能不恨呢 因为你妈 我婶婶躺在家里 给我堂妹赚学费 我叔叔亲自去接送的人 因为你妈 我爷爷奶奶年三十那天 去大山里捡柴火取暖 那么大的雪 我奶奶从半山腰摔到谷底 人当场就没了 今年我堂妹考上大学 我婶婶就在家里上吊了 我每说一句话 记忆里的画面就变一次 一幕幕压抑场景 让人绝望 我的目光 如同锋利的刀刃刺向吴莎莎 而你呢 拿着你妈卷来的钱 凹什么大小姐人设 我简直想吐 你的那些奢侈品 我一拿到手就卖掉了 那些钱 我都分给当年我们村里的受害者了 吴莎莎 你知道你最让我恶心的是什么吗 是你竟然还想考工 你配吗 台下的观众也开始应贺我 原来大小姐撒出去的钱 是人家的血 我也想吐 吴莎莎现在都这么大了 我可不信她不知道她妈那点烂事 难怪那时候 吴莎莎去参加古飞月爷爷的葬礼 她那么冷漠 要我想杀了她的心都有 台上的我随之点头 我确实想过 而且我知道 只要我把吴莎莎是张力女儿的事情 告诉我叔叔 她根本不可能活着走出村子 可我叔叔这辈子太苦了 所以我决定自己收拾掉吴莎莎 还有一轮 吴莎莎就能去蹲大牢了 吴莎莎面若死灰的朝我大叫 古飞月 你会有报应的 而我的报应没来 她的却来了 一个身穿黑色西服的人 走上了审判台 她朝着审判时恭敬道 尊敬的审判长 我们已经锁定张力在国外的位置 是否将其带回 审判时 无需带回 就地击毙 啊 吴莎莎崩溃尖叫 不许你们动我妈妈 我要杀了你们 最终 她被强压着 带下来审判台 我看向台上站着的最后一个人 勾起了嘴角 妈妈 到你了 十九 随着妈妈戴上记忆头盔 大屏上显现出十分清晰的画面 叔叔婶婶下岗后没多久 妈妈就把八岁的我接回他身边 那时候 他已经和一个叫勤结叔叔 在搭伙过日子 把我接过来后 妈妈也尽到了一个母亲保护女儿的责任 他从不让我单独和勤结叔叔共处一世 也一直在细心观察勤结叔叔 与我之间的每一个互动 生怕我被欺负 好在勤结叔叔 虽然有些大男子主义 但为人正直 不仅把工资都交给我妈 对 我也很好 日子本该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下去 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勤结叔叔爱上喝酒 喝着喝着 就喝成了轻微脑梗 妈妈带他去医院住了半个月院 才没留下什么后遗症 但医生说 以后不仅要记音戒酒 每天还要按时吃药 可酒精这东西并不好戒 勤结叔叔叔总是熬不住脱喝一点 因此他的身体越来越差 忽然有一天 勤结叔叔叔就半身瘫痪在床了 而我妈妈并没有因此抛弃他 他白天上班 下班后立马赶回来给我们做饭 晚饭后 又马不停蹄 开始帮勤结叔叔擦洗身体 换衣服按摩身体 一天24小时 只有睡觉的时间是属于他的 对于妈妈的行为 台下的观众褒贬不一 谷飞月的妈妈好难平啊 勤结自己喝酒喝成这样 他都舍不得离开 可勤结并没有酗酒啊 偶尔喝那么一点点 贪了只能算他倒霉 而且勤结没贪之前 对谷飞月母女俩怎么样 大家有目共睹 我觉得谷柔是有大爱的那种人 现在人人都喜欢骂善良的人圣母 一旦自己遇到男士 巴不得身边的人都是圣母 我靠 你们快看大屏 骨楼已经不是用圣母能形容得了的 他有病吧 二十 一声惊呼让众人的视线再次聚向大屏 而那位观众之所以那么大反应 是因为在我十岁那年 我妈带着勤结去领证了 更逆偏的是 领安证的下午 我妈还和她一起去做试管音乐 几个年轻的女观众声音高了起来 瘫痪了想着生孩子 樊之欲是有多强 只有我心疼谷飞月吗 骨楼每天已经忙得像陀螺了 这孩子生出来 百分百是要谷飞月照顾的 是啊 没准上小学的谷飞月 还要伺候妈妈做月子 给弟弟泡奶 谷飞月那时也是只是小孩啊 就在大家为我打抱不平时 大屏里我妈的所作所为 让所有人闭了嘴 我妈并没有像观众所说的那样 让我伺候她做月子 照顾弟弟 她早就找好了邻居大娘 给我们家烧了一个月的饭 和做一些简单的家务 而照顾弟弟的事情 都是我妈亲力亲为 没让我负担一点 一出月子 我妈就把家里的活都操持起来了 可她产假结束后 又出现了新的困难 因为要照顾弟弟 妈妈没法去工作了 我们一家人的生计又成了难题 但这也没有难倒我妈 她开始学习做短视频 开始学习直播带货 破旧的房屋 瘫痪的丈夫 半大的大女儿 嗷嗷逮捕的小儿子 永远积极乐观的妈妈 这些组合起来 账号慢慢有了起色 我们家的经济也开始好转 日子越过越有盼头 可转折就在这时悄然发生 我开始严重便秘 最开始三两天可以排便一次 到后来十天八天的 才能排一次 我妈先带我看遍了市里的大小医院 都是吃药挂水时稍有改善 可药物一停 立马恢复原样 于是我妈又带我走访了 全国最顶尖的几家医院 那段时间 大屏画面里最常出现的一幕 就是我妈一边帮我揉肚子 一边拍视频 剪视频 因为我长期便秘 晚上经常腹痛男人 在我睡着前 我妈就会不间断地给我揉肚子 有时候一揉就是几小时 而路费 药费又实在太贵了 所以我妈又不能放弃拍视频 直播 但她从来没叫过一句辛苦 没抱怨过一句我拖累她的话 对我永远温柔 包容 后来 我在首都医院住院住了三个月 总算治好我的便秘 可自那以后 我的身体一直不太好 时不时的腹痛 有时心脏还会不舒服 反正不是今天这里痛 就是明天那里不舒服 如果换做其他家长 早就怀疑我是装的 但我妈从没怀疑过我 只要我说不舒服 就会立马带我去医院 而大瓶里的我 在那段时间已经有些自我咽气 我找了个夜晚 离家出走了 因为我觉得自己就是大拖累 半夜 我妈找到我时 连鞋都没穿 两只脚上全是血泡 孩子 妈妈缓缓地靠近我 声音里全是颤抖 你是妈妈最喜爱的宝贝 不管你身体如何 妈妈永远永远都不会嫌弃你 她张开双臂 将我紧紧拥入怀中 妈妈在这里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说话的声音都不自觉的放柔 呜呜杀我别用母爱道 我都有点被古龙那种 坚韧的性格折服了 好像不管发生什么事 都不能将她打倒 就这样古飞跃还要把她妈妈 送进精神病院 我看该进医院的是她自己吧 楼上的先别急 都说钱在哪 爱菜在哪 说不定弟弟长大后 妈妈又变了呢 像是为了回答观众 大瓶的画面跳转到很多年后 那年我大三 我妈带我和我弟去了售楼处 给我全款买了一套140瓶大瓶层 给我弟买了一套120瓶的小洋房 这两套房子几乎掏 空了我妈所有的积蓄 而就在我拿到房产证的第二天 我联系了精神病院 要把我妈送进去 至此 我妈的记忆播放结束 21 刚刚帮古飞跃开拖的人 现在还有什么话好说 虽然古飞跃前二轮算是替天行道 可她对自己妈妈这样 也太不舍东西了 古飞跃真是白眼狼 我们家五套房 我一套都没有 全部给了我弟弟 我这都没把我爸妈送精神病院呢 赶紧判吧 我也是女儿 我见不得古楼受这么大的委屈 随着光运在我身上闪过 审判时的声音再次响起 第三轮审判 古飞跃无罪 这次没等围观群众开口 大屏上已经出现了我的记忆 22 播放了很久 我的记忆画面都与妈妈的高度重合 这说明妈妈的付出都是真的 我也感受到了她的母爱 直到 第三 我回去过暑假 我大学学的临床医学 里面有一门药理学 老实说 一开学就进行考试 所以我暑假一直在家里刷题 平平无奇的一天下午 我在厨房切西瓜 弟弟拿着我的iPad读了一道题出来 多选题 长期服用下列哪种药物会引起便秘 A. 盐酸阿托品片 B. 绿饼琴 C. 铁剂 D. 清氧化铝 E. 盐酸摄取零分散片 弟弟大喊道 姐 答题软件显示你这题已经快超时了 选什么 我帮你点掉 我正要回答 一旁正在看电视的妈妈 漫不经心说了一句话 阿托品 绿饼琴 铁剂 清氧化铝 盐酸摄取零分散片吃多了 都会便秘的 那瞬间 我只觉得脑子瞬间目的发胀 我妈中专毕业 学的电子专业 连我弟读这些药物都读错好几个音 而我妈不仅把几个药物快速说一遍 还把弟弟的读音纠正了 这说明 她对这些药物非常熟悉 小时候的一些画面 快速在我脑中闪过 大屏上也分出一个小屏 将这些画面展示给台下的观众 23 小时候为了治疗便秘 我吃过很多种药 但我从来没见过药盒 都是妈妈把光秃秃的药丸 直接拿给我吃 有些药特别苦 妈妈就给我熬了罐麦芽糖 有一次 弟弟偷吃了一块 妈妈就把弟弟揍了半死 姐姐生病那么辛苦 你还吃他的糖 我打死你 我本以为他是心疼糖 才打的弟弟 可妈妈第二天 就给弟弟做了一罐新麦芽糖 他还在弟弟的罐子上 贴了奥特曼的贴纸 并警告弟弟不准碰我的糖 我越回忆 心中的那份不安与疑惑就越深 这件事就像一颗地雷 埋在了我的心里 24 于是 一整个暑假 我都在悄悄观察妈妈 但都没发现任何疑点 开学前 弟弟先回了寄宿学校 而我在返校前 偷偷在家里装了个隐藏式摄像头 我想要看看 在我们不在家时 妈妈会不会有另外不为人知的一面 看了几天监控 还真被我发现了 一天晚上 我妈戴着帽子 口罩 拎着一个黑色的布包 进了家门 她先将大门反锁住 又去房间看了眼秦杰叔叔 秦杰叔叔这些年身体越发不好 已经全身瘫痪在床 但我妈一直非常仔细的护理 所以她才能保住一条命 然后她回到客厅 开始把黑色布包的东西往外拿 各种降压药 止血剂 令尿剂 抗心率失常药 堆满了整个桌子 妈妈随意拿起一盒降压药 嘴角缓缓勾起 眼中闪烁着异样的光芒 既有残忍又有快意 这款强效降压药第一次用 得给她吃几片 才会导致大脑血液供应不良呢 要不一片再配点另尿剂 大量排尿血液粘质性增加 病情肯定会变重 而且秦杰药的次数变多 我也能多拍点被她去搜索的视频素材 肯定又会有很多人夸我是嫌弃良母了 屏幕里这一幕 把广场上所有人都给惊到了 我脑子当机了 什么意思 鼓楼给秦杰吃的药 都是加重她病情的 我是一名医学生 刚刚在看鼓楼记忆的时候 我就有点奇怪 照理来说 那刚刚她这么熟悉会导致便秘的药 难道鼓飞跃当年便秘 也是被她害的 天哪 你这么一说 细思其孔啊 而此时 大瓶里的妈妈拿出手机 点开了自己的账号 开始一条条读夸她的评论 小柔真是一位伟大的妻子 我是小柔的老粉啊 一路看着小柔带着女儿跑遍了全国的医院 看着小柔对老秦不离不弃 她真的太厉害了 是柔姐姐的付出与包容 才让一家人过得这么幸福 向您学习 读到最后 妈妈的面容扭曲成了一种奇异的混合体 既显露出一种近乎失控的癫狂 又同时洋溢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幸福 看到我妈如此疯狂的表情 台上的观众 被吓得几乎不敢出声 而刚刚那位医学生却惊呼一声 谷柔这是得了代理型孟桥三宗和征 通俗来说 是为了获得周围人的关注和同情 故意捏造或促成他人 通常是子女的疾病 手段包括下毒 故意感染和身体虐待 难怪古飞月要把她送进精神病院 这就是一种精神疾病 此时 台上的妈妈已经摘到了记忆头盔 她朝着那位医学生大声尖叫 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爱妈爱她们 我付出那么多照顾情节 我就是这个世界最棒的妻子 要不是小月那时候 去首都医院的次数太多 差点被那里的教授发现端倪 妈妈的神情在平静与疯癫 交织成一幅独特的画卷 我肯定会成为这个世界上最棒的妈妈 为她付出一切的妈妈 台下围观的众人纷纷破口大骂 我呸 你就是为了博关注 博流量 古飞月太惨了 赶紧宣判送古柔坐牢去 这种妈真是太可怕了 我不敢想 要是首都医院的教授后来没发现端倪 古飞月是不是也已经全身瘫痪躺在床上了 在一声声骂声中 我妈被带了下去 随后 威严的声音再次环绕在整个城市上空 审判时 本席宣布 三轮审判古飞月全部无罪 古飞月胜诉 并获奖金三千万元 三位发起人诬告罪成立 先判处于兴有期徒刑十年 无杀杀有期徒刑十五年 古柔因有故意伤害他人情结 并处有期徒刑二十四年 二十四 走下审判台时 阳光恰好温柔 所有的不甘似乎都随着这抹阳光烟消云散 不再回头 前方必定有光 全文完